现在在我旁边就是Juliana Lee 就是李文 我们欢迎你做客商界纵横 也非常谢谢你邀请我到这个节目来 这是我非常大的荣幸 你知道吗 在刚刚我介绍你 你交了一张又一张 这么漂亮的成绩单之后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最后你为什么会选入 进入我们的房地产这一行 原先我老是以为说 这是鱼与熊党都可兼得的一个职业 因为我也可以把家庭也雇全到了 事业也顺便做了 所以这就是我当初一开始的初衷 选到了当房地产经纪人 到了1988年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在犹豫说 我是不是选错了行 连温饱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去做了financial planner 就是财务设计师 在三个月之内做了全美国的第一名 没想到 同时 stock crash 我的客人因为我的介绍 他们的钱少了一半 50% 我心里的话就非常的自责 即使不是我的错误 可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行业让我做不下去 我从此以后就发现到说 原来在financial planning的过程之中 最重要的一个向投资就是房地产 从此以后这就是我的转捩点 我就死心塌地地好好地当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是非常困难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跟刚开始是怎么起步的 如果今天你打算要当房地产经纪人的话 我可以保证你三个月之内你绝对也考得上也有一个执照 那这就是说这个行业的入门就非常的容易 以至于竞争又是更激烈 那我就发现到说不投入的话我也做不起来 所以变成说你要树叶匪泄 你要日思叶响 就是说当年苦到带客人去看房子 明明是我带他去看的 到最后他也没有找我买 常常要把眼泪擦干 自己非常的痛苦 可是你的风度要有 那你带客人看完房子 就客人跟别人买了 那你还是得呢 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之一 这就是一个竞争 那你常常会想说是不是你走错行 可是呢你也要去自己疗伤 然后要自己呢恢复过来 那你要跌倒了 你要拱会自己要爬起来 我听你这样讲 真的想到那个大家很辛苦的演员 在舞台上要展练笑脸 自己回家慢慢的哭泣 但是永远是最光鲜亮丽 就是对待你的客户 是不是这样子 对 你永远记住你的风度 你的气质 然后你是一种服务的心态 去做面对你的客人 那我们当然是讲到 Agent 最重要是客人之间的互动 那我当然在想啊 常常Agent 有没有最怕碰到什么 比较困难 比较挑战的客人 或者有没有什么理想的客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 有一对小夫妻 那我刚好接到他们的电话 他们跟我讲说 Juliana 你是唯一的经纪人 你会回我们的电话 我每次打个电话到办公室 到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 最后都无影无踪的 就你呢是唯一的 不但给我们回了电话 还请我们到这边来跟我们面谈 那弄了半天 这对夫妻呢 Credit很糟糕 信用很糟糕 然后身上也没有一点钱 然后他们两个买房子 难怪这些经纪接到他电话的话 觉得说这是什么样的客人 所以呢 每个人就应付应付他 结果没有人回他电话 我就把他们请到办公室 然后呢 我就替他们说 好 第一个 我也要请你有一个目标 那你的目标是第一个 六个月以后 你要把你的信用 把它建立起来 第二点 从现在开始 请你们不要到外面去吃饭 然后呢 这是budget 你们要达成六个月以后 能够买到房子 你们从现在开始 不可以上饭店 第二个 重新把信用怎么样建立好 第三个 我介绍给他们 一个很好的贷款经纪人 六个月以后的那一天 我打电话给他 说请他们来 然后呢 我帮他买到一个房子 是跟十二个人竞争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时候 就一九九四的房地产并不好 然后我们呢 我另外一个专长是说 不但我帮他买成了房子 而且我们的offer是 总共十二个offer里面 我们是第六高的 那可是卖主卖给了我们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见到我的话 有homework要做 一般客户 在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选择 我们适合的agent呢 那这个经纪该怎么样的经纪呢 譬如说 第一个 我认为是他的品格 他要有相当好的品格 不是说他成功还不成功 他这个品格是人是不能改变的 第二个就是他的气节 他的诚实 做什么事情 你要永远记住是说 你自己都可以做得下去的 你叫你的客人去做 但是你要诚实 第三个的话 你要solution minded 你要creative 所以你客人碰到了问题 你碰到问题 你要有解决能力 你要替他解决问题 但是有些人还是不想找房屋仲介商 就是agent 为什么 是因为说他们觉得要多付一笔额外的收入支出给他们 是不是想要省一点钱 你觉得这样子是正确的吗 原来我代表的是一个价值 任何人我在一起 原来我并不是一个消费 我不是一个expense 我是一个asset 我会帮助他们增加他们的财富 现在到底是不是买房子的好时间呢 好时间的原因呢 应该有四个吧 第一个原因呢 是通货膨胀 那在美国建国200年以来 房地产一直是前五名的投资 第二个呢 是讲到了所谓的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来的话买屋都是做奖励的 那有减税的好处 那第三个原因呢 是讲到了你的人生不是只是钱 这是一个你的family 这是一个你的很多的回忆记忆 那你在这个房子 race的这个你的family 那还有呢 就是所谓的供需需求 我们住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的房子还是有限的 那所以说因为供需的问题的话 我怎么看的话 这边的房价都非常的 safe 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 可是因为由于那个自己房贷的关系 所以有人会预计不是会还会再跌吗 那我们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进入还是说还要再等到年底或是明年会不会有更便宜的房子 很多人会这样想 大伙在那边担心说是不是有subprime会影响到 后来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小环境的话 学区很好的地方 那大伙呢 我们的房价是非常的stable 非常的稳定 那以至于说呢 现在买主呢 他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那所以说我很鼓励大家说 不要去做一些自己不能够控制的 譬如说连联邦储蓄局的那个band都没有办法告诉你跟我说明年的现在利息是什么样 经济怎么样 可是你跟我能够掌握住的是说 现在有选到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房子 然后呢可以省税 我们的房子我们也把我们很辛苦赚的钱也投进了房屋的市场 那我们这是我们可以控制住的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连任何人都不可以告诉你说明年的现在房产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可以跟客仪我们两个肯定的是 一旦我跟你今天把房子买下去的时候 明年房子如果一起跌的时候 我们的钱也在房地产里头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换房子也是一样 跟着那个别人的房子比较便宜 那假设反过来讲 五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准备要买房子的时候 房子跌那大货一起跌 我们钱都在一个地方嘛 那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永远都没有perfect timing最好 每一个时间买房子 卖房子都有利跟有利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时候买房子都是一个好时机 的原因是说 你把你的钱也放到同样的市场里去了 所以它跟着跌你也跟着跌 它跟着涨你也跟着涨 那你有什么损失呢 所以这是你要做事情要做 你能够控制 你能掌握住的 可是你刚才讲到买房子 所以还是供不应求 那很多人就想想买房子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钱要怎么办 看上的房子又买不起 太便宜的房子买得起又不太想住 那中间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怎么办 可以 我想你问我问题说 我是不是买一个过渡时期的房子 好 那我要给你的答案是说 我会鼓励你去买一个过渡时期的房子 就是说你把你的钱能够省下来 所以你呢 如果你今天的钱只买一个公寓 那你不愿意付这个什么管理费 那我可以告诉你说没有关系 这个任何人都要起步 至少你可以把钱省下来了 然后呢 过了三五年 你再来找我 然后我替你换房子 然后你会发现到说 你还是比三年前不买房子好多了 这就是长期来看的话 你不需要等 你应该去 你永远不会买一个你满意的房子 所以你为什么去等他呢 Julianna真的很忙 在刚刚跟她的采访之后 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工作了 但是在刚刚跟她谈话中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除了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了解 对于整个人生的规划 我有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广告之后呢 我们会有很精彩的节目 千万不要走开 我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